今天要介紹米勒的十歲和丸島 然後米勒他是賈國巴黎雙菜的畫家 然後他主要描繪是法國的生活 他也是法國美代的土地的畫家 然後十歲是在描繪三個三位 黃附在那個金黃色的麥田間 就是人家採割完然後剩下的十塊 這幅畫就在描繪他們那三位婦女很長 然後這兩個紅色跟藍色的帽子就是在表達兩位戴 然後他們聯名就是 然後就是那個小學家發現他們可以分別聯名 就是可能是祖母跟母親和女兒 也就是他們有可能是一家人 然後可能的是A 那一個人是孫女 然後D是母親 C是祖母 然後他就有一個有點不明顯的人 就是他才是那一塊地的等於農夫 他在其他地方嘛 然後在看他們 然後接下來是王島 據說就是他們在 他們兩位母親在工作 工作在裡面 然後後面這裡有一個教堂 然後教堂就會發出聲響 然後母親就是趕快放下這個籃子 就是他們男子裡面 就是他們男子裡面的東西 就是他們才說玩得滿 然後那一位父母通過祈禱 就是有點襯托他們養賴那個信仰 然後這個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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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婦女她 她跟這個小廢車有一個行徒件 然後他們這樣子 女兒她把這兩個夫妻 然後用成一個天秤 然後有幾個英文單字在裡面 有就是沒有的 然後牛仔 因為裡面沒有牛仔 然後傳字也沒有 我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 謝謝